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季赵俊来到节目现场分享他的这本小说之神就是你 哈喽赵俊你好 哈喽金明大哥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你的这个等于是第一本小说解析工具书 小说之神就是你 对 好其实这本书的来源真的是无心插画柳成因这种感觉 因为当时我就是2010年的时候我就写了一本长篇就是五脸之城 然后因为其实在笑的时候都只有写过短篇 那其实五脸之城我大概是就是没有老师教导我自己写写成了一篇 那我那时候就有做一个笔记 因为我听到那个世界畅小小说家的一些什么传记啊序啊后影之类的 比如说我们那个目光之城的史蒂芬梅尔好了 他就说他就是很喜欢看罗曼史 家庭主妇就是喜欢小鲜肉跟罗曼史嘛 对所以他就大量看一下那种罗曼史 然后自己不满足再加上一个超自然罗曼史的这个idea 然后他就可以成书 但是大家都其实可以知道就是他们的一个做法 就他在分享里面有讲到说 他就是大量看他想要写的那个类型 就是他喜欢看的 然后就整理出一个SOP再加上自己的创意 那我那个时候在写的时候就是很困惑啊 就想说我到底适合写什么呢 什么类型 对那我又喜欢看什么呢 后来发现就是不得了 因为我每一类都喜欢看 我从清小说罗曼史 然后喜欢小说反科幻 历史什么什么 或者是女性成长的小说 每一类都非常非常的喜欢看 所以我根本抓不清楚 就是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类 那我自己的个性听说就是真的是蛮老实的 我就好那我就慢慢一本一本读 然后会一本一本做笔记这样子 那无联之城 其实就是2010年那时候写完以后 就一直投稿投不出去 因为那时候华文推理也不是很盛行 而且就是那本其实我自己也讲说 也不敢说跟名家畅销名家来比 所以一直投不出去 但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反复的思考一个问题说 我常常听到有一些书 他打开就说某某版权经纪人 看到书稿以后大吃一惊 然后经为天人 然后马上就签约 然后卖出版权几百万 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说 到底要什么样的小说 才可以让人家就是 经为天人 经为天人 然后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个天才 然后我自己也不是那种早会啊 说什么十几岁一挥好 然后就是大家就寄精试做这样 其实我的文学启蒙就是非常非常的晚 所以我后来就就想说好那没关系 那我就老老实实好了 我相信这世界凡事都有SOP嘛 就蹲马步啊 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把这一本做了四五百本 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有发现说 诶真的耶 就是这个世界 有机可循 有机可循 譬如说我们看那个就是心机效应 这种会穿越时空的梗 非常的多 那我们他通常会连结到一个末世科幻的一个主题 然后如果说世界畅销小说家 譬如说丹布朗老师他的地域起源 你会发现譬如说举地域好了 他一定丹布朗他最常用的就是诗意梗 然后他最后一定要有三次的翻转 等于说这就是最精彩的一个地方 所以等于说你要有一个三个备案 而且你逻辑都要讲得通 诗意这个梗简直就是世界畅销小说家通用 就是我后来研究到我后来的书就已经上千本了 我发现诗意这个梗真的非常好用 譬如说就是别相信任何人啊 SJ华生 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推理小说 玄疑小说每一个差不多都以诗意开头 只不过他是怎么样去铺陈的文字工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文字工这种东西是可以练习的 文字工可以练习 但是问题是我想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那个看天下 我知道我们大家现在讲一个比较玩笑 就是说大家现在又老又穷 再来修想要拼经济每分钟都一秒钟想要几百万上下 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去读几百本上千本 那这些工作我就由我帮帮大家做好 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想说要写给自己看 因为我刚开始写就老实说 我一些作品还真的蛮天马行空的耶 我记得我以前大学得到的评语最多 就是说创意十足技巧有待修炼 技巧不足 对技巧不足修 对但是我就真的很想要往这方面 所以我就去研究那四五百本 那这边跟大家简介一下好了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说 因为我怎么投稿都投不出去 捋投捋不中 就好像希腊神话 学习佛斯 一直推石头上山 可是石头还是会滚下的那种感觉 就还没找到窍门就对了 对对 然后我就想说好 我不管 那我一定要找到窍门在哪里 所以我就把这四五百本就整理起来 然后那个当时也不知道说要出书 我真的是就是一个懵懵懂懂 我觉得真的就是误导误撞 我那时候就是写部落格 我就写世界畅销小说公式 奇幻片 推理悬疑片 女性片 心理 心理学如何反转小说片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奇幻的类型 譬如说我们最喜欢看 J.K. Rowling的哈利波特了 那你知道那个 他们奇幻小说的契机点是什么吗 他们必须比如说 波特他不是因为受到养父母的虐待 然后父母 对对对对 所以才进到一个魔法世界 我们所谓的奇幻世界旅程 他通常会从一个人生的困境开始 对对对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奇幻他们一看开始 就是一个困境可能是 像神隐少女啊 小千他一看开始不是也是 没有办法适应转学吗 所以我看到有一些评论是说 他是因为不适应转学 所以自己幻想出来的世界 我们都会把魔法跟奇幻讲成一个幻想 这其实也是说我们开启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啊 这在心理学的解释可能就是像解离 就是说像离魂 用别的用别人的视角来看自己 这样冲击就不会那么大 或者是我们进入一个魔法跟奇幻的时空 平行时空就是满足我们的幻想 对 这样子 所以你就想说 哦原来如果我要写奇幻的话 先遭遇困境 然后接下来又是冒险 然后他会有小伙伴出现 就是妙利啊荣恩啊海格这样子大个子 还有会支持你的出现 智慧长者 所以我后来读一读等等 这个东西不就是神话学大师坎伯讲的东西 神话学的大师坎伯 他有一个就是千面英雄 他就讲说英雄的一个冒险旅程 叫做启程试炼邂逅女神 然后智慧长者的一个指引 然后最后自我追寻才回到一个家 你看我们哈利波特每次冒险回来 他不是也都回到一个家吗 我那时候才觉得说 哎这个这整个神话学跟奇幻跟心理学 好像都可以慢慢串起来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有一点想说 要把人文学科的一个个类 把它串起来的念头 不过那时候真的都是只有跑故事 就想说我要怎么写出一个 好故事的一个想法 那讲完奇幻文学 我现在来讲一个 大家可能比较比较觉得好笑的东西 就是罗曼史 因为我就是一个粉红泡泡的少女 在我那个年代呢 修不可女人的年龄是秘密 我那个年代在便利商店 可是可以买到那种 十块二十块那种什么 亲亲总裁敲秘书 这种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严谨小说 对就严谨小说 我虽然是一个就是 那个乖宝宝沈嘉宜 就是那些一起追的女孩 很喜欢读书很认真 但我就很喜欢看那种粉红泡泡的东西 然后大家知道那种 亲亲总裁敲秘书的SOP 就是有一个很霸道总裁 然后很坏 那有一个女生 她就是 她就是一个俏秘书之类 她可能长相平凡不起眼 可是她后来可以飞上之头当凤凰 然后从此过着幸福与快乐的日子 这当然是唬烂了 对 但是我那时候就会想说 而且如果在家 大家有跟老人家一起看本土剧 天下父母心跟娘家 听过什么叫暴局权吗 这种戏剧 我这里没有不尊敬的意思 我是跟她讲说像这种类型我们平常在看 我们不管可能我们今天去洗个衣服脱个地上个厕所回来再看 我们还是知道说她剧情会怎么接 然后你就知道坏人一定会得到 坏到底 对对 自己还那会下去以后之后会怎么样 然后我就想说 既然罗曼史跟本土剧 我们都可以猜出她接下来能够干什么 就是她有一个SOP在那边跑 我们自己都退出来 那我们平常那种所谓的高高在上的文学殿堂的东西呢 不能也拿下来这样做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讲说文学很高尚啊 有文学讲什么的 但因为我自己在读的时候这些东西是没有在分 我就想说文学这种东西应该也是有她的SOP吧 所以我就是把这样的观念 好那我来做看 罗曼史有 推理有没有 奇幻有没有 然后心理学转小说有没有 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反乌托胖的科幻 这些东西全部都做起来 然后我就想说 她真的有她的一个内建模式这样子 你可以用这个来看人一生的预言 然后你可以把它当小说戏剧 然后自己看也觉得会启发 譬如说这一句罗曼史为例好了 我们再回到目光之城来说 史蒂芬没有表示今天耳朵好痒 一直被提及 就是说他像他这种罗曼史通常都会有三部曲 你看那个欧美的也一样 韩国的也是这样 什么那个成军堂绯闻之类 他们通常都三部曲 然后会有一女绕二男 或者是一女绕多男 通常都是一女绕二男比较多 就是我简称他为王子世卫主 什么叫王子世卫主呢 就是我喜欢的是王子 王子也爱我 然后但是还是会有另外一个世卫 像目光之城他的一个结构 我们来打破的 就是说他第一个是男一跟男二出现 但当然是王子闪闪发亮嘛 但是小狼狗还是会在旁边守护他 那第二部曲就是说男一消失 然后男二就想要取而代之 可是那时候描写女生的心境 其实我有时候我在看罗曼史 我都会蛮冷汗沉沉的 因为我想说这个很容易 如果放在现实当中 会变成情杀或劈腿 把它多劈 但是因为罗曼史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粉红泡泡 跟自我中心 自我需求比较高的一个结构 反正他也不能套用在现实 就是幻想的嘛 你看那个现实的遗憾 没有办法弥补的话 我们就只好开启另外一个想象的时空 幻想世界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也不是故意想要那个移情别恋之类的 但就是我的爱德华哥不见了嘛 那小狼狗弟弟又对我这么好 我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给别人一个机会 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呢 通常我们都会这样讲 可是到第三集就会东石西秀大团圆 两个都出现 然后他还是会选择王子 然后就是我觉得小狼狗的设计 对白应该就是说什么 就是你的爱恋成全我的悲恋这样子 就我觉得他应该是比悲伤 更悲伤的故事吧 可是你会看就是像这种 暮光之城 然后甚至到这个白虎之咒 白虎之咒也是另外一个青少女畅销的 这个他剧情就跟暮光之城差不多 只不过他换成 他从超自然的吸血鬼跟小狼狗 我是狼人 就直接把小狼狗 大家可以理解 因为我一直想让他在贝拉 那个变成那个一条狼 对对对 就狼犬的意思 白虎之咒 他就说一刚开始 我在马戏团 遇到了超级英俊多金的白虎哥 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 像小叮当白宝 带一个老人管家 会就生出一个 就是什么东西全部生出来 所以他有别墅跑车什么 哇全部满足你话都给你说就好啦 这就女主角的粉红泡泡小剧场 然后后来第二集白虎哥就失踪了 然后黑虎帝就出现了 然后我看到那个时候就傻眼 就想哇 这个这个这个 这真是 好像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想说 后来我就是每一类都是这样看 然后就觉得说 其实这种他们真的是内建公式 不知道大家那个过年的时候 有没有看过那周星池的石神 石神他们那时候不是要在比赛那个做菜吗 然后那个做菜 我忘记说他们那个比赛那个叫什么 佛跳墙吗 然后他们那有一幕就说 抗议抄袭 我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然后那个评审 那个叉叉公主就说 游泳跑步还不是 你做什么 他做什么吗 然后那个时候就像柯南 你灵光一闪就说 诶真的 就是世界畅销小说家的公式 他真的就是罗曼史就王子与世卫 然后世界畅销小说家 就是十一梗下去跑 然后三次翻转 那反乌托邦通常就是英雄跟英词 他们的一个跟那个集团的一个对立 譬如说饥饿游戏啊 或者是移动迷宫之类的 他们也有一个相似的结构性 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抄袭耶 我们就只能说他有SOP 然后文字工跟其他的发想 都是都是靠我们自己去建设的 但是他们的那些模式是一样的 你做什么他做什么 只是我们换汤不换药 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所以所以我就是把它写成这样子 那当然因为他是工具书 然后相信大家读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说 好像就是就是就是好多字这样子 可是我就觉得建议读者在选的时候 你可以先决定说 你平常都看类别 哪一类 那你就挑那一类好好的看完就好了 然后或者是你就说 老师我真的没有办法看这么多字 那你可以到后面发那个索记地图 因为索记地图就是让你按图索记的 他我就有分门别类 然后做出标号你就说 譬如说我就很喜欢奇幻小说 那我就看一下奇幻小说 我分类通常长得很像的是有哪一些 我从这边来读这个技巧 然后有问题再翻到前面看 这个也是可以的 所以他就是一本写作的工具书 让大家去参考 然后当时也是笔记 然后这里就非常谢谢我秀为资讯 然后也谢谢我的责编奇案 他当时就是在部落格上看说 这个作者写的很有趣 怎么没听过 那个约他出来谈一谈看看 然后所以我才很很荣幸的 可以在2016年再出这两本书这样子 对对对 其实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小说的SOP 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比较不理解 你就想像好莱坞的电影 他好很多电影都有一样的公司 对不对 对像譬如说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到 那个丹布朗的地狱吗 他其实书本 他小说跟那个电影的结构是不一样 但他电影的结局就是 好莱坞式的结局 就是可能是我们一定要争议 我们可能就是他要去 那个去共鸣人的情绪 带人家的情绪 但其实他小说的结局并不是这样 如果大家对这 但不让地狱有兴趣 大家可以去比较 你就可以说在那个电影跟小说 他们自己也有一个操作的SOP 所以要根据他的SOP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走向是怎么样的 这是我研究的一个成果 然后你那时候大概整理到什么时候 才突然发现这个SOP的秘密 因为你这个整理其实一直在做 包括现在你都还在做 那这个你大概整理到多久才发现 其实就是说因为我2010年写完那个《无联之城》以后 那时候我记得我身上只剩下那个8000块吧 然后我就想说 其实一直投稿投不出去也不是办法 就好久好久应该还是去工作 工作 要现实一点 要实际一点 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剩下的那个8000块里面抽出5000块去考托福 因为我以前有交换学生去美国圣地牙哥比较文学念书一年 就是哪感恩赞叹成大这样子有学海非常的讲学金 我就过去读 那刚刚讲到说就是后来就是重考 因为托福两年就过起了 那我就是考完以后 然后再去做行政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后来《无联之城》之后 有四五年没有作品 因为我是在台北 就是在北部做一些行政的工作 然后存钱 所以我后来做的进度都是周末 周末才能做 就是类似有点半工半堵这样 而且有时候周一到周五太累 周六一整天还会睡到不醒人士 然后就是 补眠 对补眠没错 那就是要吃一些那个 那个尽量电池的充电 那礼拜天才看看书 然后我那时候就写一个手稿 就是所记地图的前身 我就是把我读过 因为我就记忆力实在是太好了 然后我就是把那个分的 这个奇幻那哈利波特开始有什么什么什么 全部写 写成一张满满的表以后 然后后来2016年 我因为回到我们台中老家以后 我才想说不然写写看好了 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写出来 而且那时候就是我真的很混乱 人生真的很混乱 我就想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这种东西怎么投稿 哪有人写这种东西 而且写这种东西有时候是要一定的名气 你要够有名你写的书评才有这个发言权对不对 对啊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就是在外面工作很久了 其实我也可以说我对文学已经可能离了一段日子 那我就是在部落格 部落格上写说我不管怎样 我只是想要我的文字被看见 那我想要找人跟我讨论 有没有人跟我看到一样的东西 那我想要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写作这件事情的 或者是有其他技巧 所以放在部落格 然后才被那个秀卫资讯的则边乔西安先生看见 然后我才出书 所以一切真的就是真的是命运之神的降临啊 对 所以后来才有其他的作品的产生这样子 那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小说之神就是你哦 畅销作家百万滚前述你不可不知道的写作 新机继造军的这个第一本这个小说平息 然后秀卫资讯所出版 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 欢迎追踪我们的继造军的这个粉专 少女的移动城堡 然后呢这本书其实是个工具书 所以它历久明星 它并没有时效性对不对 随时都可以一直翻过来读这样子 没错没错 因为经典是永垂不朽的 好谢谢赵俊为大家介绍他的第一本这个小说解析 小说之神就是你